好 得保 得保 人家出什么情况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好 新人 欢迎加入 题目 关系到你的 思想观念 所以你把它看 讲出很有意道的 承担风险 可以吗 听得清楚啊 各位阳洲岗朋友的 晚上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极之马前的会员 在我还没这次开始之前 我想花个十秒来说一下我的真心话 就是我觉得阳洲岗真的是很特别的 除了看到大家穿着制服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宣誓典礼 然后呢 回到这个正题 就是说 题目是什么 承担风险 其实讲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工作 因为毕竟我刚刚是从公司 改过来嘛 然后呢 我的工作是做一名造病人员 就是我是帮助 就是专家就是 在他们的世界上成长 然后我就刚刚收到一个讯息 来自我之前的一个人选 他大概工作了二十年 经过十年嘛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他该不该承担这个风险 说迟迟去旅行一年 去放空一年 那他担心说回来一年 就是放空一年回来后 他也没办法找到更不错的工作 或者说也取得同样的薪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风险问题了 因为毕竟工作了二十年 你每次的工作经验 你要放弃一切 离开 那当时我提到这个问题 我也是思考了一下 就想说这风险 应该是可以承担的 因为如果说你只是 不断的往前走 造成你的原路走 那只是一个习惯性 那我们跳出自己的数学圈 去承担所谓的风险 那其实才是我们第二人生开始的可能 所以作为一个造病部 在我无数个资深行业 不同行业的一个人选的一个招聘经理 我个人认为说 不管你在生命中哪个阶段 尤其在事业上 偶尔问问自己 你是否有 为自己的事业承担了一些风险 如果说还没的话 我是想通过这个机会 来让大家思考一下 你现在在事业上的哪个点 可以是高目值的 可以是比较资深的 不管你在哪个点 我觉得这个风险 我们该不该承担这个问题 应该是留给自己 而我个人的观点是说 应该的 因为更好的风景 永远就在我们舒适圈外 所谓的风险 其实是更好的机会 谢谢大家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